哈囉大家好 台北啊,外面下的大雨啊 法格還是忍不住 出去加碼了幾張運動彩券呢 為什麼去加碼這些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法格之後買了都是合局 合局合局啊 為什麼都買那麼多合局呢? 因為巴西克羅埃西亞最後也是P格大賽 也是打合局,最後正規時間是合局 然後另一場阿根廷跟荷蘭最後打到2比2 哇,這球是圓的 本來與阿根廷要贏了 就最後荷蘭的絕煞兩球 又打合平手又是PK大戰了 所以勒 會不會這次的八強賽又來出現的合局勒 所以勒 法格決定再去加碼了這幾張的合局 這一張先來看看這一張好了 到底有沒有可能合局勒 哇 真的覺得好像好像很常出現合局 大家有沒有這樣發現 來看一下這一張喔 這一張 葡萄牙和摩諾哥的比賽 法格這千浪是上半張 如果合局的話 賠率是1.93 投注100元 如果這張真的上半張合局可以拿到193元 這一張是 葡萄牙和摩諾哥 就是整局比賽 合局 賠率是3.4 投注100元 然後可以拿到340元 如果真的合局的話 然後這一張是 法國和英格蘭 上半場合局 賠率是1.9 如果上半場合局的話 給他到190元 為什麼 法格沒有投注法國跟英格蘭呢 因為法格有把另外一張這個 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態啦 就是 葡萄牙跟摩諾哥 如果合局 對不對 然後 法國跟英格蘭 3比1 就是上半場合局 然後下半場3比1 哇 這樣子對不對 法格就可以拿到了 一樣投注100元 就可以拿到 5780元啊 5780元啊 這是法格最理想最理想的狀態啊 猜測最理想的狀態啊 到底有沒有可能呢 嗯 今天晚上 欸 不是今天晚上 明天 凌晨3點才開打那個 應該是先打這一場 葡萄牙和摩諾哥的 明天凌晨3點打 法國跟英格蘭的 哇 又要熬夜 又要熬夜了啦 法國英格蘭那場一定非常的精彩 又要熬夜了 大家這個 各個足球迷啊 對不對 這個又要開始熬夜 看球賽了 所以勒 這一次 法格一公司買了 這四張啊 其實這張是之前買的 然後這三張是 剛剛是冒著大魚跑出去買的啦 合局 合局 合局啊 對不對 就是看在 八強賽這麼多合局的情況下 有沒有可能又出現皮克大賽 如果出現的話 法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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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到了啦 好 那就是這次的 加碼 合局加碼啦 好 那就期待 哇 快11點了 就期待 11點的比賽開打 還有 凌晨3點的比賽囉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觀賞 再見囉 掰掰 謝謝大家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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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相信 我們不信任 我們不相信